大家好我是Steven 今天我們要來幹嘛 今天終於奇亞1.2.0上線了 哇 你知道大家等這個等多久嗎 從一開始就在等這個礦池協議出來 等到5月底才有一些消息 然後一直等到現在 7月8號1.2.0才釋出礦池協議 這不是我要嫌棄開發的Mine 因為我本身也是個開發人員 但是這真的讓我們等太久了 那個奇亞的壁架像雲霄飛車一樣 哇 上去又下來了 很長一波啦 哇 終於讓我們等到這個 新礦池協議出來 那這次的礦池協議 就是從原先的FPK加PPK 轉為FPK加PCA 簡單的說就是新增了礦池的金鑰 然後讓礦池這個系統更加完善 因為以前都是你把所有算力一起丟到礦池裡 然後爆塊以後照你的平均下去 返回你的收益 這現在很大的問題是很多假算力在上面 讓你的收益越來越少 那這一次這個礦池協議 應該可以友善改善這個 這個弊端 這協議呢 爆塊 不是兩塊奇亞幣都被礦池收走 欸 你保留了0.25顆 然後剩的1.75顆才是給礦池收走 然後這1.75顆再分散給那些非洲人 平均分散你算力多少 共慶多少 就平均給他 這樣心態平衡了吧 欸 你不是每次都兩顆被偷走啊 你像那什麼COPPO什麼東西就是改你錢包 欸 你中就是兩顆被偷走 欸 你那很心痛啊 欸 我本來可以賺兩顆的 結果你兩顆被人家拿走 唉 我是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說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個非洲人啊 應該也是包不了塊啊 但避免以後我可能會挖到對不對 你至少還有0.25顆是你的 然後這個P圖 大家要開始 P圖的惡夢又開始了 大家今天就趕快大家開始P 然後舊圖 欸 你不能加入新礦池喔 你不能加入新礦池協議 你舊圖現在只能去HPool啊什麼的舊協議 然後或者是一些山寨的小臂啊去挖 你要重新去P新的圖 才可以加入新礦池協議 那我是推進大家是 欸 你P一部分然後山一部分 慢慢把所有東西更新過去 會比較好 那今天就是大家的P圖惡夢 大家又要開始P了 唉 天啊 那今天我就帶大家來 教大家怎麼P新的圖 那我會用原生其他組程式教學 以及最近蠻火紅的Mad Max 下去做P圖 那在開始之前 拜託幫我按讚訂閱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Lin Go 好 一開始我們要來這個奇亞的官方網站 然後點這個Release 這邊已經有 奇亞的1.2.0版本 那我們點進去 那下面這邊有很多版本 你是 你是Windows系統就下載這個 1X1檔 然後下載下來你就可以安裝它 你的奇亞主程式 你的奇亞主程式 左邊就會多了這個農會 哇 很奇怪啊 什麼奇怪的農會啊 那勝的話其實都沒什麼更變 你的左邊會多出這個農會 也就是新協議的NFT 那你如何加入其他的礦池呢 就按右上角的AID 然後他會跟你說要加入一個農會 或創造一個 那你要連線到其他農會 因為你要加入池嘛 然後你就要去 去你任何一個 想要去的礦池 那這邊我以XCHPool 做範例 之後的礦池比較 我會交給 魏德下去做比較 魏德幫我們整理 所有新協議的礦池比較 好不好 那這邊我就先隨便找一個 XCHPool 那我們一開始來到這個 JoinPool下面 他就會跟你說你要怎麼做 那沒關係 你一開始 只要找到他們的主網站 只要有網址 你就可以加入他的礦池 反正你就不管到哪一個礦池 只要去找裡面的 有這種網址的 Pool的網址 就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回去我們剛剛這裡 貼上 欸 有些人會在這邊都卡住喔 因為 他的錢包裡是沒有錢了 你懂嗎 你的錢包要有錢 他才會認證 那 那這上面 他有連結 可以去領 這個 100的 Modules 就是 他免費給你水龍頭發一些錢 讓你去認證這個池到底 池到底是有沒有跟你這個錢包 連接到 那你到這裡只要打你的錢包地址 這邊 複製起來 然後過來 貼上 然後你不是機械 然後 然後送出去 你在幾分鐘後 可能會收到 他的 Mojo 就是免費的錢啊 免費的奇牙幣 然後你就可以 可以來這個農會認證 那我們把這個加回來 然後 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只要輸入網址 按建立 然後讓他等一下 他就會 長得跟右邊這個 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用這邊的東西 來做P圖 那現在教你們怎麼用 奇牙的主程式來P圖 首先你就點你要的 礦池的右上角 新增根地 然後照你平時的樣子 去設定你的 執行序啊 記憶體 或者是 Barket 都可以 照你原本設定 然後 暫存 最終資料夾 也跟原本的一樣 但是 最後面這個 就是你剛剛帶入的 NFT的名稱 你在這邊也可以 選擇其他NFT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新增 剛剛的 欸 連結 在這邊也可以貼上來 那選擇好以後 我們按建立 欸 他就會像 平時一樣 開始更地 那這邊更地 他也有不同喔 他新增了這個 礦池合約 也就是PCA 等他 P完圖以後 這邊就會 顯示他的 礦池合約 那以上就是這個 原生的 其他程式 P圖教學 當然這個 原生的 其他程式 P圖非常慢 我們來趕快來用 現在最快的 Mad Max 那這個就不要理他了 好 這就是我的Mad Max 這邊是我剛批完的 新礦池協議的 Prot 我是 用 Mad Max 加 CP Tool 下去批圖 那我的紀錄是 可能是 一小時左右 批完一張圖 那我們現在就來 從頭教你怎麼用這個 Mad Max 來批 最新協議的圖 好首先你要來這個 Mad Max的 GitHub下去 下載 他最新版的 有資源-C功能 也就是新協議 Pro Contract Address 的 Mad Max 點擊這個 VIP下載 以及 這個 CP CP Tool 也是一樣在他的 GitHub 點選 Download 那這次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然後解壓縮 把所有東西 放到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打開我們的 CP Tool 然後輸入我們的版本 因為我們下載旗牙版本是 1.2.0 直接輸入 顯示 那這個 XCH 欸 這個Pro Contract Address 要怎麼獲得呢 你就要去點選那個 旗牙程式 然後 這邊有一個問號 他就會顯示這個 礦池的 address 直接複製起來 貼上 這邊一樣有直訊啊 桶數啊 這些就是你自己去設定 站存1 站存2 也跟 其他組成是一模一樣 最終的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我們簡單設定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就可以 按 執行 更地 接下來他就會開始 P圖 P好就會像我們開頭的那樣 已經 全部都完成 也轉移好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 更地這邊看 我這邊留了兩個 舊的圖 他就會有池的金鑰 也就是應該是 Pover Poverty Key 如果 有 池金鑰就沒有 礦池合約 有礦池合約 就不會有 池金鑰 這是 二折一的 一定都會有更地金鑰 反正就是 FPK加 PPK 或FPK加 PCA 那這些就是 新礦池就會長 這樣子 舊礦池就會長 上面兩個樣子 然後你跳到農會這裡 這邊就會看到你 現在的 根地數 像是 我是用這裡 插勢也去 鋪我下去 P圖的 他就會跟你說你現在的 根地數量有多少 目前的難度 以及 發現的餘額 然後 一些積分 以及我24小時的積分 像我現在已經好像有9了 那 但我目前好像還沒有收益 如果我 我有收益的話 我會再貼文章分享給各位 那XRCH現在有點像GPU的挖礦一樣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地址下去查詢你現在 在礦池的狀況 可以到他官網這邊 然後 點GIA Explorer 點這個 Member Search 然後我就可以把剛剛 我複製起來的 ID 我的ID 在這邊搜尋 我一樣可以 看到 我現在 這個地址上 的資訊 我不用在 呃 遠端回去我的電腦 看啊 我覺得這是挺方便的 好 以上就是這期 奇亞1.2.0的介紹 哇 現在開始又是一場 P圖大賽啊 要趕快把我的所有的P圖 轉換成新的 那 在這裡呼籲 呃 所有的礦友 你之前加入可能 可能以前的協議沒這麼好 所以你會加入一些 奇怪礦池 那你的金鑰 你的助記池 都已經被竊取走了 所以你這一次 可以趁機把你的金鑰全部 換成新的 我是建議你開一個新的金鑰 然後把 邊P圖 邊刪舊的圖 那舊的圖先 邊挖 欸 HP啊 還是什麼東西 你邊挖 邊轉換 才不會造成你的收益 有損益 好 那這期的影片就在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對其他 新協議礦池有興趣 請訂閱我們 我們下一期來幫你 整理新礦池 我們下次見 拜拜